好 當然現在我們首要要做的是 避免說外出 因為外頭強風暴雨 大雨持續下 導致你看金針山的路摊掉了 還有這個出來橋邊 也有波道坍塌的情況 等於說現在外頭很多的道路 都是受阻的 包含我們的採訪團隊 在採訪路上 還有根據當地民眾 帶我們去 會發現到 有人就帶著我們的記者 到他山上的那個農地去 發現到根本看不出來 他原本的田在哪邊了 因為全被這個泥黃土石給沖刷掉 那往平地走也真的非常危險 你看這溪水非常湍急 有些比較低挖處 都直接被溪水給沖進去了 所以現在很多民眾 真的是還蠻煩惱 因為他們可能必須撤離 在一些區公所 但同時他們也曉得 恐怕家現在已經被 這泥流水給淹進去 台東金針山上 雨水連綿不斷 山崖上斷壁殘垣 因為水勢過大 還形成瀑布 不斷往下流 強風不斷呼叫 泥土混著雨水 颱風山頭而侵襲 金針山兩天內的累積 雨量已經逼近一千五百毫米 是全國之冠 同樣恐怖的 還有這 滾滾溪流呈現土灰色 伴隨大量砂石 不斷沖刷下來 溪流不斷撞擊護欄 漸出水花 台東太馬里漆 因為山頭而帶來的強勁風勢 一連下了好幾天 導致泄水嚴重暴漲 甚至快要衝破堤防 多輛大型機械進駐 正在進行挖掘整理 一旁還有大量雨水 伴隨黃泥沖在道路上 這裡是台東出來橋南邊 三號清晨六點多 發生貪方 阻礙雙方道路 現在太大了 太嚴重了 是不是這次的雨太大了 不會 對 雨太大了 以前的不會這樣 以前不會這樣 清理貪方的過程 大雨不斷 也讓搶通時間點 一再往後延 聚人工程人員 走到裡面查看情況 這水沿倒溪幹 山陀嚴重影響台東 帶來不少災情 華視新聞 楊超成 趙環軒 沈英龍 張全 台東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睿 想要搶先 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